胰臟位在後腹腔 常見的腹部超音波 不大容易偵測 这是胰臟长肿瘤 早期不易发现的主因 它躲的位置蛮深部的 所以通常不太容易 一开始早期就会有出现症状 等到出现明显症状 腹痛 腹血 没有食欲 体重减轻黄胆 确诊可能胰臟癌晚期 但是我听说说 因为这种疾病比较难检测 所以听说致死率非常的高 闻胰臟癌色变 存活率低 是相当棘手的恶性肿瘤 门诊常见 民众健檢抽血验 CA199肿瘤指标 因为数值高 怀疑自己罹患胰臟癌 我们的标准值是37以内 那有些患者 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可能抽血 发现自己的指标 大概六七十八九十 那其实身体并没有什么症状 那这个时候 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你可以找专科医师 再评估看看 医师说 影响CA199肿瘤数值 不单只有胰臟癌 包括大肠癌 胃癌都有可能 CA199比较适合当 癌症治疗追踪的指标 胰臟癌高危险群 包括抽烟 中老年人 有家族病史 糖尿病 慢性胰臟炎患者 如果你有危险因子 加上抽血指标 如果有偏高的话 那就应该到医院 再进一步做检查 不要过度恐慌 西亚199数值过高 只是一个参考数据 大爱新闻 黄子玲 蔡玉凯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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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